今天不是和大家分享怎樣做麵包,而是怎樣做湯粽 因為之前有朋友的查詢,為何整個湯粽麵包都會失敗 我們今天就一起看看怎樣做湯粽 湯粽的份量是一份高筋粉給五份的水 所以我們會把50g的高筋麵粉放進鍋裡 然後再加250g的水,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就可以開小火開始煮 記得一邊煮一邊攪麵糊,否則很容易切底 煮到差不多,麵糊就會開始變稠了 煮到差不多,麵糊就會開始變稠了 當麵糊煮到鍋底出現了一層薄膜,即是說你的湯粽已經煮好了 如果你有溫度計算的話,量下去的溫度大概是65度左右 湯粽煮好了之後,我們就可以放進碟裡放涼 我們要用一張保鮮紙蓋著它,叫做一張保鮮紙要緊貼著湯粽 如果不是,湯粽表面就會變乾的 如果這個湯粽不是馬上用的話,可以把50g一份包好 放在冰箱裡,大約可以放一個星期左右 用之前,拿出來回溫就可以了 希望今次的分享可以幫助大家成功做出湯粽麵包 下次再見 再見